我问女生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你觉得她变了是吧 那你觉得她还爱你或者就还喜欢你 还愿意跟你一起走下去吗 反正她一直说她的生活规划里有我 就是大的方向有我 但是我觉得两个人相处还是细节多一点 就是她可能这些你看不上的臭毛病都改不了 她曾经做的承诺都兑现不了 对这个婚姻你有什么考虑吗 我觉得可能会比较丧失心心 就是还是要 反正每次她做不到的时候 我都会提出一些比较奇葩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就加我微信然后聊怎么着 我就还是不放弃 这感觉都要做母亲的人了 有很多问题想的也没有那么通透 我不是那么明白 再加上运气的一些特殊的身体原因 就产生了这么一个冲突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结了婚的男人 也有和社会上的异性工作当中的异性交往的权利 关键是一个底线 妻子怀胎十月很辛苦 你刚才说 妻子的性情变了 脾气变了 因为她是孕妇 你刚才说 她变得特别的 她的这一些怀疑 可能没有实距 但是你要理解 她是你的妻子 她是孕妇 我们冷一冷 浪一浪会死 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下 你竟然还让她去提升 你要明白她是怀孕待产 这一些励志的鸡汤 能不能产后再给她灌行不行 这个时候做丈夫的哪怕 话可说 我也要找话说 没有办法 这时候她最需要的相互体谅 相互温暖 还有相互理解 谢谢 好 谢谢余老师 来 严老师 怀孕四个月 你的体重增加了多少呀 十斤吧 她增加了十斤 这个是她胎儿发育过程中 这个孕妇增长的幅度 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你知道吗 应该是正常的 应该是正常的 其实你不知道 你不觉得她很瘦吗 是十斤还算是正常啊 但她很瘦你不觉得吗 她完全没有那种孕妇 就是怀胎之后 那种一看吃得很好 精神很好 在养足精气时 孕育自己的小宝宝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女生 你还是先要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胎儿 注意营养 注意心情 适度的运动 但我实在觉得 先生 你现在是个丈夫 马上要成为一个父亲 你说什么都在变 环境在变 他没变 你变了吗 你今天从头到尾的讲述 有一丁点要做父亲的样子吗 且不说你做父亲的 你有一丁点像丈夫的样子吗 你哪里表现出来你是一个响荡荡的男子汉了 你口口声声说我一个月回家两次 我太累了 我不能老回去 谁不累 这个时期谁不累 孕妇不累吗 你应该做的是什么 是应该闲鱼之际 去载一个喷着香水的女士回家 还是应该拿出一些时间 给自己怀孕的妻子打打电话 这是常识吧 你尽到什么责任了 他吃什么 他每天应该哪个时期注重什么 胎儿四个月了 哪里发育了 这孕妇应该关心他什么 你做了吗 你好意思说我出去锻炼 我不能拿手机 你怎么敢不拿手机呢 他有个什么事情呢 去哪找你啊 因为你锻炼啊 这四个月还算平稳了 三个月之前呢 出点差错 你还锻炼呢 你还说那我没办法 我锻炼不能拿手机 那你干嘛要做父亲啊 你自己一个人单身汉 玩得不挺好的吗 想锻炼锻炼 想工作工作 想换工作换工作 想和女同事聊天聊去呗 既然选择了婚姻 没人逼你吧 既然选择了要生孩子 也没人逼你吧 那我们能不能拜托 你转变一下 认识到自己 现在角色是什么 咱不说多么胜任 做得多么完美 至少做得和别人 差不了太多吧 所以我劝你 既然婚是我们自己结的 孩子是我们自己要的 把你那颗心 端正一下 放到该犯了的位置 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是什么 该关注的是什么 你摆正了心态 生活没有那么难 压力没有那么大 你这妻子有 岳父岳母照顾着 有房子 你还要怎么样啊 你的心飘在哪呢 还跟那个女同事说什么 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吗 那轮得着你一管吗 生活在变 环境在变 我们都要变 请你长大一点 你必须变 女生我还想问一句 为什么要辞职啊 因为怀孕初期就很难受 可以请假呀 但是工作性质 就是需要站着工作 我就说可以请假吧 当然孕妇 根据自己身体实际情况 就安排工作和生活啊 我多一点点建议啊 因为我们孕期迟早会结束的 孩子也会慢慢长大的 你关注他 不然也是正常的状况 但是也要给自己 树立一个规划和想法 我现在如果不能工作 我暂缓 但我将来一定要出门工作 一定要实现自我价值 一定把自己活得漂漂亮亮的 才能给孩子树立一个好榜样 才能让他有所忌惮 否则这个男人 现在还没生出来孩子就这样 将来你生了孩子 你再不上班 现在还给你回个微信 还能陪你来个爱情保卫站 保卫一下爱情 将来不知道飞哪儿去 自己要加油好吗 为母则刚 你和孩子都会是最棒的 好好怀孕啊 安心 我感谢你 意才 Mozarts 未经许可不出门 都会逃避 status 我们过来 我们为下继续 ea换前天 感谢观看